今年夏天用電量破新高 企業積極省電 除了關冷氣外 還有一個新方法 就是用廚師空調系統節約冷氣用量 台北市連續37度高溫 像是遠傳就安裝特製廚師空調系統 大型管線幫助冷熱風循環 而轉輪中放置滿滿的氧化率 可以吸附潮濕水氣和吸取冷能 讓節能中也供應涼爽的舒適環境 新鮮的熱風降為常溫的熱風 讓這個空調負載可以降低 省電CP值算一算 兩台大型除濕器花費總約60萬元 氧化率一年更換一次 花費約1萬多元 安裝後降低整棟大樓空調負荷的13% 一年800多萬的電費能減省26萬元 三年內就可以把投資回收完成 以中央空調系統來說提高一度 大概可以節省整個系統3%的用電 在空調上廢巧思 遠傳也在其他設備做調整 像是把傳統鐵芯式的螢光燈 敢用高效能節能燈具 會議室也使用自動關燈關冷氣系統 讓整體從2004年開始節能時相比 省了約47.8%的電費 那如果說會議室裡面沒有人的狀態 那超過6分鐘的時候 這個機器它就會自動把電源整個鎖住 像是紡織大廠宏遠 透過在工廠外種植綠色植物 與裝置大片水蓮牆 阻擋輻射熱和幫助降溫 水蓮牆代替冷氣 一年下來就節省6000萬元 10年來已經不開冷氣 每年夏季持續創新高的熱度 讓大企業努力開創綠節能 同時對抗室外熱氣和持續上漲的昂貴電費 東森財經新聞李仲翔陳薇佑 台北採訪報導